此时方便相信不少朋友会有所了解,两届全国散打锦标赛80公斤级冠军,五届全国散打锦标赛亚军,国际武术搏击王争霸赛80公斤级冠军,2008年世界功夫王争霸赛80公斤级冠军, 更是在格斗类竞技节目武林峰中取得四十七连胜,被粉丝心切的称为死神,经常还会有方便KO各国拳王的视频在网上盛传,死神方便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散打界的冠军,今日在网上摊上市了。 昨天,方便在微博上抨击了由当红小星陆寒和女友关小虫主演的电视剧《甜蜜暴击》,请导演以及演员们不要误导观众对于搏击的认知,你不会可以去学,涉足新的领域,一定要虚心去学,但一定不要侮辱观众的智商和这个高尚的运动项目,搏击不属于娘炮,不男不女的人请走开,去你自己的世界赚钱吧。 搏击的世界不欢迎你们,谢谢,方便微博吐槽陆寒新剧《侮辱搏击》就是这样一段涉及人身攻击,的话遭到了很多网友的批评,认为专业演员演戏是正确的,并不是拳击手才可以演拳击电视,人身攻击更是很掉价,方便遭到网友批评而陆寒,关小虫以及方便本人对此事并没有再做回复。